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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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妻叔叔送信纯熟 信促送出 大家小小就听过这句急口令 只可惜今时今日香港 此调不弦久矣 事关香港由政失信于民多过吃饭 送信的不纯熟 更加不信促 想不到地球另一边的美国 情况也是一样 美国由政署日前警告 首都华盛顿特区和全国46个州 今届大选的邮寄选票获惠大增 公局无法保证 可以准时在11月3日 选举日前派送选票 总统特朗普之前说过 如果他老人家连任失败 美国人就要开始学中文 都好 有差叔叔送信 并选述送出 怎样都比广东话容易很多 以特朗普的语文能力 苦恋三年应该可以正确读出 讲开今届美国大选 怎一个乱字了得 而当中最令人贼贼清奇的是 邮政署居然意外 成为政治斗争的风口浪尖 民主党在众议院通过的纾困方案中 坚持要为自负盈亏的邮政署 提供250亿美金救助 特朗普不单只坚拒接受 最近还委任他的金主 空降做邮政署长 并进行一系列改革 包括削减人手 和减少邮件分类机器等 有多州选民甚至反映 近日发现原本 赤于路边的邮筒被拆除 搞这么大长大龙凤 无非都是想拖曼邮递选票的进度 从而制造混乱 甚至为之后赖皮不认选举结果 铺定后路 南外华府还声大大批评香港押后立法会选举 其实特朗普借疫情推迟大选 非不为也 实不能也 而既然大选如期在疫朝下举行 推而求其次当然是普及邮寄投票 怎知特朗普反其道而行 要求选民要是冒死投票 要是就没得投票 喂 邮寄投票益了哪个阵营是一回事 但选民表达意愿的权利 未被剥夺 某程度上更恶劣过押后选举 美国情报部门最近警告 要求政府警惕中国、俄罗斯和伊朗 试图影响投票 现在事实证明 影响投票最厉害的人 不是其他人 而是总统本身 自此 美国人不禁要问 有这样的总统还需要敌国吗? 至于今届美国大选另一个怪现象 就是选情至今仍然激烈 可能有人会说 选情激烈不是废话吗? 韩官稍安无措 请听先敌美美到来 美国的新冠肺炎疫情爆到九彩 死亡人数突破17万大关 经济陷入衰退 内部种族矛盾日益尖锐 特朗普的形势远远恶劣过 对上一个连任失败的总统老布殊 正常来计 民主党应该派个西瓜出来选 躺着也能赢 偏偏拜登民调领先一轮之后 优势就有缩窄的趋势 民主党举行全国代表大会 正式提名拜登出选总统 媒体前第一夫人米歇尔 将拜登捧到天上有地下毛 又会怎样振兴经济 又善于聆听意见 实情是他老公奥巴马 觉得拜登能力不足 早就是华盛顿政权的公开秘密 甚至传闻奥巴马 私下评论拜登时爆粗 叫人不要小看拜登将事情 搞祸 明眼人都看得出 整个初选过程 奥巴马都没怎样为拜登背书 现在目已成舟 没办法不营造团结气氛 名乎此 明乎此 就知为什么拜登 选加州参议员何锦麗做副手 会为他带来这么多掌声 事关不少选民相信 Sleepy Joe有认知障碍 很多人甚至担心他老人家 做不完一届 到时就要由年富力强的何锦麗顶上 当年克林顿参选总统 由于希拉尼政治野心极大 有人说笑话说 选克林顿买一送一 今次拜贺配都是买一送一 唯一不同的是 选民选何锦麗 要搭单 捅上一件猪头骨 四年前 美国人要在不得人心的希拉尼 和特朗普之间两害取其轻 想不到四年之后 美国人一样要在不得人心的特朗普 和拜登之间两害取其轻 堂堂超级民主大国 政治人才方竟然是严重至此 难道真是美国圣极而衰的象征? 好了 今集节目时间差不多 大家是觉得like 搞错还是吃花生呢? 投票告诉我们 多谢收看